一個曾在選秀節目 綻放光芒的發片歌手 在這個舞台上的三分鐘 可以做自己 這是一個各種莫大莫大的客戶 一個三十歲 出生平凡的木工師傅 我是一個小人物 可是我在這邊我覺得很榮幸 被大家喜歡 所以我很感動 一個曾入圍過 進去講親人的創作歌手 我會一直盡力的表演下去 希望你們可以一直支持到我 到最後這樣 他們都是台灣的音樂資產 他們都像你我一樣 單純的喜愛唱歌 他們都不屈不撓的 在為熱愛的事物奮鬥 讓我們一同見證 他們為夢想努力跨出的每一步 Superstar我要當歌手 下週請不要錯過